哈囉大家好,我是阿達 我們今天要來聊新的iPhone的話題 今天我們邀請到兩個重量節的來賓 首先是我們的電腦王阿達 大家好,我是阿達 然後還有我們的... 聊阿輝,大家好我是阿輝 好,這兩天一定會有很多網友在私訊來問你們說 到底新的iPhone要怎麼選擇 我記得你們都有去上直播節目 所以你們應該都有跟大家一起看新iPhone的直播 那你們覺得這次的iPhone怎麼樣? 依我來說,我覺得iPhone11算是超乎意料之外的有誠意 真的嗎? 對,你本來想說看到之前的Leak的時候就想說 雙螢幕就了不起就是一個廣角 一個長焦,就雙鏡頭而已 然後感覺一樣是老狗,並不是新把戲 因為減東減西的,就是反正用XR一樣,堪用就好 結果來,哇操 他那個拍照效果不錯,而且他有超廣角 而且他還看瓜 還稍微...雖然是防潑水 但不是IP68防水 新功能上面都有啦,應該剛剛講 然後最重要是他處理器,竟然是A13仿生的處理器 就是簡單講,他幾乎是跟高階機 我們認真來說他主要差在螢幕尺寸嘛 然後就是像IP68防水防塵 還有第三顆鏡頭 其他對消費者來說有用的功能,幾乎他都有啦 那阿輝這次9的新機,你的感覺是怎樣? 其實我也覺得這次11算最有誠意啦 那主要還是,就跟阿達講一樣 我們本來以為他加入雙鏡頭 是跟之前的XS一樣 沒想到他是加入新的超廣角 所以大部分人說看到新功能 例如像前後鏡頭的4K60P 然後防手震4K60P也可以用 然後包括像說更好的夜景模式 然後包括像拍照超廣角 那這些全部在11上面都有 所以其實如果我們正要講Pro跟Pro Max差在那邊 Pro跟Pro Max可以說是螢幕會是目前業界最好的 甚至網友也有人說可能買Pro或是買Pro Max 你是像是買那片螢幕在附上手機 有這樣說法 所以其實如果真的這樣講 11跟Pro還有Pro Max主要差別是在螢幕上面 然後再來是畢竟他是IPS螢幕 所以他的邊框比較粗一點 那大概上是這樣的感覺 但其實就是我們剛剛說的新功能部分 包括A13防震處理器 包括超廣角 包括更好的相機體驗 在11上面全部保留 所以其實這部分我覺得性價比非常高 甚至一般用戶我會認真考量說 好像你買11就好了 而且甚至它價格如果是對照之前10來講 它還比較便宜一點 而且降價幅度還蠻高的 因為我們剛剛講Pro其實有降價 但是Pro是256降100塊 然後512降500塊 但是Elemon等於降1000塊 2000塊 這樣2000塊 比例算蠻高的 其實吸引力還算蠻夠的 對 那大家覺得這幾隻手機 如果你今天要推薦你的網友去做選擇的話 會怎麼去推薦 老實講啊 我自己選我還是一定是選Pro Max 對 那因為主要主要是因為我拿大螢幕手機習慣了 你叫我換小是不習慣的 但是以一般消費者來說 我認真講其實 你如果沒幹嘛 預算有限 那你買iPhone 11真的有夠用了 那像如果阿輝你覺得像之前的一些比較前幾代的機種 甚至是非平陣營的手機 想要去挑選這次的新iPhone 比如說我前幾代 iPhone X這一代 或者是再上一代的 有沒有比較推薦他們怎麼去購買 其實還是 因為這樣講齁 如果你是例如iPhone X 或XS 其實現在當然你要換新機 因為不知道像我 我們自己朋友一直在問說 他只用X啦 他想換的Elemon 有沒有值得換 其實老實講 這個還是很難去選擇 因為如果你預算足夠 新機一定比較好 每人都會問說 今年iPhone有沒有比去年好 新機一定比舊機好 沒有從來 從來沒有例外過 而且說實在有的時候 網友會直接問說 就是他沒有講自己的需求 他就說這三支要選哪一支 那說實在就是 那你就買最貴的那一支 其實這很簡單的問題就是 第一個齁 例如這樣說好 一個是尺寸容量 尺寸跟容量 我們先講螢幕尺寸好了 現在是三個尺寸 是5.8吋 6.1吋 6.5吋 老實講這個問題 你不該問我 我是要問你們自己 就是消費者自己 你能接受多大的尺寸 你如果問我這三支 那我很簡單就是 三支都可以 每個小孩都在做選擇 大家都大人都買購 OK 如果你覺得螢幕大小 對你來講根本不是問題 那以我建議來講 我建議買大的 因為大個看起來比較舒服 而且他續航力 其實增加五個小時 對 這是相對問題 因為這是一個螢幕前來講 這是 我想有時候講這個是很像廢話 就是說 螢幕小有什麼好處 方便攜帶 螢幕大看得清楚 對 但是這個是 永遠是無法解決問題 那容量部分我會建議 就是以你的需求去買 但是我一般來說 還是不太建議大家買64GB的 但是我也不建議買到512 實在太貴了 我認真說 我是覺得達哥沒問題 達哥可能買512要存一下錢 等一下等一下 還沒是不是 夠了 存夠錢了 達哥已經存到了 開玩笑 但是我這樣說 其實我這樣說好 其實我個人會認為 如果128 例如 有128容量 128我會覺得一般 如果你 就大大都夠了 你不要存太多音樂 跟影片的話 128我覺得一般只用夠 那256其實非常足夠 大部分我會建議買256 那只是說 憑我這樣也很討厭的一件事情 就是Poro跟Poro Max 是沒有128G可以選的 對 64跳256 所以大致上就選256 64GB的話 因為 三款都有64GB 雖然是各自最便宜的機型 但是容量真的比較 太小 太小 尤其是你如果有耐 你可能耐轉移完 就佔了十幾GB 那你後面 其實就更難用 我們又考量到這個熱 沒有沒有 好像這個通訊班 因為其實有時候 我覺得 考量的重點還是 你在多媒體的應用上面 你到底用了哪些功能 你玩遊戲 錄影 然後你錄影 用什麼規格 4K拍幾下 然後認真說 因為64GB 不要講 還不要講錄影 我就覺得 因為拍照現在 iPhone現在拍照 會越來越強了 你不拍照嗎 你拍照要常常刪除 你真的有點麻煩 128我覺得很夠 比較夠 但是如果64GB 相對可能都 綁走綁走 其實因為我頻道 我講直接一點 好啦 簡單來說 就是假設你今天窮 但是要裝逼 你就買64GB 不然其實基本上 我這樣講直接一點 因為說實在 因為說實在 64GB的話 其實 就算是裝遊戲 現在很多那種很 你就算都不錄影好了 你在裝一些 所謂3A級的手遊大作的時候 隨便就好多局 隨便就好多局 對 那你只能說 假設你今天很目標的很明確 OK 那你可能也不一定是裝逼 但是你可能今天 你的目標就是希望可以玩 某一個手遊大作 如果讓他玩得很順 除此之外 你不玩其他東西 那你就可以買64GB 省一點錢 那他有最好的效能 但是假設 今天一般的使用者 我不可能只玩一款遊戲 我可能陸陸續續 會玩多款遊戲 我可能陸陸續續 會錄拍照 而且很多人可能使用習慣不見得好 他不一定會刪照片什麼的 那64GB真的以現在的角度來講 真的是很不夠用 很不夠用 而且iPhone沒辦法擴充容量 所以真的你在選容量的時候 要刪絲 對 就算是有所謂雲端的儲存 那其實 你還是要刪嘛 對你還是要整理 本機的資料整理還是有它的一定重要性 我覺得也會有人問我說 像這些備份豆腐 或是外界隨身碟 那我還是覺得那是備份 那我還是會建議你們使用 但是那個 沒辦法取代你內建的空間 然後注意 那如果你常常就是 一下就滿了 你還要清空間 其實相對比較麻煩 這點我覺得 太麻煩了 對而且剛剛講到Line 因為Line好像之前有些Bug 那隨便是 你如果用個兩人 你就十幾句啊 你真的很難 而且沒辦法清除 這個有點小分 你減肥 減肥個一兩句 他還是十幾句 所以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太大意 我們希望 因為Line很快 共識就會修正這些問題 希望 好 希望幾年內 好 那我們知道阿輝昨天熬夜 幫大家整理一個 非常非常完整的 就是新iPhone 那時候你還在睡 對我整個睡死 我在旁邊看 我只能說難得看到阿輝 這麼努力 一個晚上生出 這麼完整的一個 比較表格 大家可以去 聊會的那個網站去看一下 然後我們這邊請他 來分析一下 就是在他整理完這一串 這麼詳細的表格之後 在各個 各個電信公司 在每一個 iPhone的資費上面 他有沒有什麼推薦的心得 大家可以看我 其實我 因為我知道 我的網站上 應該說整理文章 分解的部分 前面有一個 表格使用方法 我待會稍微說一下 請大家稍微看一下 然後前面會有一個圖說的地方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就是 這部分會有講 就是這個表格的一些重點 因為其實你 所謂現在 綁月買手機 那 這個重點就是綁月 跟買手機 我這樣是不是廢話 廢話 所以你要看重點是 一個是綁月月租費 對 還有再相對就是 會有綁月的月份數 就是你這個 例如你選擇999 一個月 你綁月他會讓你選 讓你選 24個月 30個月 跟36個月 目前是三種 24就是一年 然後再來 30個月 就是一年六個月 還有 差不多一年半週 我剛剛說是兩年 然後兩年六個月 跟三年的約 約其實蠻長的喔 你想想 如果你現在綁36個月 你接下來如果要換iPhone 像什麼時候 iPhone 11s iPhone 12s iPhone 12s 搞不好iPhone 13都出來了 雖然它的補貼的金額 看起來很高 讓你的手機變便宜 但是這個 綁月的時間真的要 所以其實你要看這個表格 幾個重點 第一個是你的月租費 還有你的 就是你的綁月 年份 月份 然後再來就是你的 因為你 其實基本上 如果你不是很高月租費 其實還是要預繳一個 就是 等於是手機還是要錢 但是它幫你折扣 例如 我這表格你可以稍微看一下 舉例來講 我上面這個範例來講 iPhone 11的 這是64G 你買空機是24,900 那下面表格就是表示 例如你用台灣之星 599塊 599元月租費方案 然後36元的話 36個月的話 你手機還要付17,300塊 那其實它就是本意幫你 少了7,600塊 那實際上來講 因為這個是東西羊毛 出在羊身上 這個是一樣 除了掌上豬身上 其實我之後也是表格 我會幫你試算什麼 就是試算 你真正第一個 你合約內就是你要綁月 你買這手機 付出的那一開始 那手機的 你這個例子來講 17,300元 然後你接著呢 每個月就要繳599元 你要綁要用36個月 你要繳完 你全部的手機 等於是用了三年的網路費 然後包括這些手機費用 要總共付出多少錢 因為其實這個費用 其實有點像是分級付款 幫你 攤掉 那這個表格 我還幫你大家算什麼 我會幫你算的就是 因為手機它有補貼費用嘛 其實你可以反過來 補貼費用 你可以想像成 它是拿你補貼你的 以後的手機費用 所以我算法就是 你把 假設這個補貼費用很高的話 會造成你的月租費 有點像打折的概念 所以 如果你在同樣的集聚的月租費 例如都是599 599可能有台灣自信 可能有台灣大約大 可能有中華電信 然後各家的 它補貼比較多的話 就會比較划算 所以你可以看到 後面這個表會有一個 基本上 折數 折扣越多的 好處會越多 這是另外一個算法 就是你也可以想像成 有些人 因為有些人會不想用iPhone 但是買 它是綁約來 把手機賣掉 所以你可以想像就是 如果我今天 把這個手機 我買辦這個綁約之後 然後我不要手機 我把這支iPhone 直接賣掉換現金 那我接下來這些錢拿來付我月租費 我等於每個月的月租費 會變成多少的折扣 用這樣的方式去評估 它這個支費划不划算 那目前我先帶大家稍微解釋 說明一下 目前我覺得現在的月租費 我會認為 我昨天雖然花6小時做月租費 這個表可能還不完整 因為廠商可能 就是電信公司 可能留下來不缺不上 因為第一個 目前的話 也有可能是因為 我們在前年嘛 499之亂發生之後 大家現在很多人 可能都是辦499的燒寶 所以不是遲到寶方案 大家可能已經不太看了 所以以往會有所謂的 399 299 說是799 699 沒有遲到寶方案 但是可能是10G 5G用量 這些方案都還沒有出來 現在所有的月租費出來都是 都是遲到寶方案 其實現在有的時候 甚至後來 因為各家電信公司 他可能互相也會看對方的支費 甚至還有可能會微調 所以這邊我是覺得說 這邊接下來會告訴大家說 阿輝自己比較完之後 目前的心得是什麼 但是其實剛剛他講的是 怎麼去使用這個表 其實也是很重要的 因為之後可能資料有再調整 那這邊可能又會再 阿輝就要很 看他就這樣想要哭 他又要再調整這個表 去幫大家重新試算 所以這個表其實只是 目前的一個狀態 重點是大家可以去學學看 這個表要怎麼去使用 然後我這邊 我這個表上面有個總表 大家可以按 可以從這個 如果你知道鎖定特殊機型的話 你可以在這邊 我有看到個別的總表 就是包括像是 各個機型的 例如像iPhone11的64G 你如果只要看機型 我有把大家依照废率 整理成圖片方式 大概比較容易看 我這部分大概在看 那另外一個是 大家可以直接看 先看到下面 下方會有一個 五大電信的 五大電信的 購計方案的整理 這部分簡單 我直接分成iPhone11 iPhone11 Pro 跟iPhone Max 這部分有什麼好處 是因為過去如果你看到各大電信 包括像說 胖胖也有整理 電信公司是會有 他們會自己有自己的資費表 但是每家的格式都不一樣 所以你會通常要開好幾個 好幾個 好幾個表格頭 左右看 然後這邊的重點就是 我這邊幫大家 把同一個資費 例如像是iPhone11的 三種規格 三種規格 然後所有的資費 五大電信 全部排成 資料庫方式 然後注意的看這邊 注意的是這邊 這邊其實是盤性的調整 就是你可以在上面 這個標題的地方 直接調 直接點選去做排序 例如你要選擇 像是月租費 照月租費去排序 你可以就可以 就可以依照月租費的低高來排 來排方式 或是反過來說 我可以例如 我直接用價格來排好了 例如購計的價格來排序 這部分是動態的資料 大家可以直接使用 那這部分其實就類似 以Sale這樣的幫 提供給大家 這部分比較簡單 會分成三大電信的 抱歉 三種機型 就是iPhone 11 11 Pro 11 Max 其中就會有各種容量 大家可以利用 有點像是 跨電信公司的 支配表 因為你要叫五家電信公司 整理一份 這個 並在一起 不太可能 不可能 所以我一開始 我第一個時間 就是花很多在整理這個 然後我們再回來看 如果說你今天是 鎖定的機型 或是說最重要的是 大家可能都要問這個 各家電信什麼比較划算 哪一家比較划算 這點就是要看各個表的部分 那你可以用剛剛的 Excel表去拉 但重點是 我會幫大家試算一個 我剛剛講 我剛剛有跟大家講的 減算算法 這個 包括就是這個 像這個試算表的部分 怎麼看 像說你看這個表格就是 它會有一欄是 你除了榜約之外 你要先付手機購買費用 然後再來就是 合約內總費用 再來就是你可以依照 這個月費部分的折扣 來做評估一個依據 那如果你看單一機型 例如我剛剛看 我看我剛剛說 我建議大家買的 例如我建議大家買的是 iPhone 11 iPhone 11 128G好了 128G是 可能我覺得入門 然後價格比較漂亮的 那這部分你就可以看這個表 像說 它的空機是多少 卡的空機多少錢 它空機是26,900 我會把大家列在這邊 然後下面就是照 然後我排序順序 排序順序照什麼來排 第一個月租費的費用 再來就是它的 如果在同樣月租費之後 它的所謂的換算折數 部分比較高的地方 你可以看的就是比較 划算的划算的月租費 那這部分跟大家稍微 簡介一下目前的各家的情況 第一個 如果這樣說好了 應該說900塊以下的方案 目前只有台灣之星有提供 799跟599的上網吃到寶 這是這兩家 目前只有這兩家有提供 相對低支配 對因為他們其他家都是 至少888起跳 甚至999起跳的吃到寶方案 這是最簡單的 如果你要找到吃到寶 然後支費最低的 目前就只有台灣之星有提供 然後再來比較特別是 雅海電信 雅海電信的支費都跟人家差 一點點 我覺得也是蠻 策略性的 策略性低一點點 但是我基本上 我例如它的 例如像999跟888的 我會把它放在 還是放在同個區域 因為差100塊就是算了 我覺得算同個機具 然後再來 在雅海電信的 月租費部分有比較小 特別就是如果你真的 照我剛剛說的公式 去按機關機 發現他們的公式 他的最後的 平均月租會低一點 因為他目前的方案 是前三個月的 月租費還會半價 例如三十個月 或三十六個月 他的月租費部分 前三個月是會有半價的 但是呢 我要說羊毛出來 這可能不算這樣舉例 可能是他的特性關係 因為雅海電信的 可能在網路的 跟速度部分的表現 是相反比較弱勢的 然後再來他方案 也提供比較少 所以其實如果真的這樣講 這幾家電信裡面 我反而覺得 真的就是在同樣幾句裡面 最優惠是什麼 是雅海電信 但是這部分 你可能要稍微 思索一下 因為要看你家的訊號好不好 其實假如說你 最好是平常就有在用雅海電信 或者是說 你有去試 你可以先去試用一下 試用一下 覺得你上班的地方 家裡 其實訊號都好 那其實雅海電信 可以讓你省不少錢 因為其實雅海電信 另外這跟這件主題 沒有關係 因為老實講他網路訊號 真的比較不好 但他打電話很便宜 所以如果有些比較高資費 反而是阿達之年 寫過將關文章 打電話是比較划算的方案 但是這個就是你要 自己要搶清楚 比較吃地區 尤其你也不要說 我為了綁約 然後綁約最便宜 然後選雅海電信 結果你家各個公司都受不到信號 然後你罵雅海電信需要不好 那是零分 我覺得你自己也要是要付一些 主要還是東西要好用 我們東西要先好用 然後再來 球裡面的相對CP值比較高的 然後接下來就是我們說 所謂三大電信 台大二大圓傳 中華電信 那部分老實講 目前喔 我覺得各家計算是差不多 三家資費非常非常接近 他們應該有講 通常是說第一家出 第二家就超 互相都看來看去 所以其實老實講 三家你可以看到都幾乎差不多 但是這個好處你可以看 你就可以稍微看一下 我這邊列的例如像999 好 那可能各家的方案幾乎都一樣 因為說真的 以999來講 我算起來各家都是68 算起來都是月租費等於68折 甚至購計方案都差個 6塊 也就是說差有差別 但是就是給大家參考 那你這個表可以 每一個方案都看一看 因為各家都 我各家都會照這樣方式去做排序 這樣子 然後打自己覺得 之前你好像有 有人來採訪過你關於這個資費 那在這個 搭資費 購機的這方面 你有什麼心得嗎 認真講 其實我一直都不是 那個搭資費購機派 對 因為在我的認知裡面說 你搭 那個 iPhone我們不講 就是Android手機的話 你搭資費買 其實你很容易 進入一個誤區 就是說 譬如說你這支手機 它定價是2萬9千塊 那你綁字費變2萬2千塊 你覺得你賺了7千塊 但是你去市面上 問手機店 就賣2萬2千塊 你懂嗎 就是你 你覺得的優惠 其實是被電信公司 那個 被手機公司或電信公司灌水完 再優惠給你 講這個可以嗎 就是其實有些 你說有些通路 有些通路實際上去巡價的時候 其實它跟定價是有比較多 這在Android手機裡面 比較容易發生較大的落差 所以說 大家去看 資費的補貼之後 折扣的價格 應該是要先去 我建議先去店家問問 可以先去巡價之後 然後再去搭配你 綁完資費之後 折扣下來的金額 你再去評估說 你要不要去綁這個費率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 因為iPhone 但是iPhone 必須老實講 iPhone的 店價利率本來就低 那大家的價格 幾乎都死豬價 甚至說蘋果會空價 綁約就值得綁iPhone 不管你不用iPhone 因為你剛剛講那麼多 你說你不是綁約派 我也不是綁約派 但是我們門號會不會綁約 我們還是會綁約 但是手機會賣掉 最多就是買iPhone 其實我是覺得說 大家一個觀念就是說 不要為了綁約而綁約 把綁約跟買手機 這兩件事情分開來 會比較好 你想買手機的時候 你就去買單機 你想要綁約的時候 你就去綁約 然後把手機賣掉 那如果你今天 稍微可以 稍微那個時間 你覺得差不多了 那你想要綁約的時候 你就綁約買iPhone 然後把iPhone賣掉 因為今天這個私下可以講說 就是iPhone其實在 老實說在市面上 你要賣二手是最好賣的 等同現金 等同現金 它在上市的初期 有一定程度的 它的流通性會很高 幾乎是1比1 它還沒什麼疊加空間 但是這是 這是以iPhone的情況來說 對 那但是說 就算我們今天 像阿輝的表裡面 我們看到有折扣好了 那個其實我自己 我們有寫一個 比較表 那大概就是說 那個其實五大電線都不會 都不會差太多 你如果真的比較優惠 大概就台灣之星跟 跟亞太 當然這兩件大家可能有的 會有意見 但是其實我自己用得好好的 那如果以三大來講 因為其實還有幾大 它們的支費還沒有完全的公開 那我自己看到是 目前是遠傳的支費還不錯 但是 我們又要再推一百步來講 就是說 那個今天它優惠也許 有這個折扣 它可能是折扣五六千塊 七八千塊 但是其實第一個 你錢還是先付 第二個它折扣這些錢 你要去處理36個月之後 每個月只少多少錢 這個是事情 你要先思考 你只要做這件事情之後 你的支費 起碼36個月是動不了 你只能往上調 不能往下調 所以 只會是你 非常確定 你每個月都要打這麼多錢 你都會打這麼多錢 你會打超過這個錢 不然你改天 你是沒有後悔要可以吃喔 如果今天改天 那個就出一個399 吃到飽的時候 不好意思喔 你是連後悔的 空間都沒有 就是沒有彈性 這個彈性 包括在之後 支費依照你的需求 去做調整的時候 第一個 支費調整沒有彈性 第二個是假設 你假設今天綁36個月 這36個月之內 你要換手 你又想要換手機了 那這個 這個不管是在電信 或者是費率上面 或者是 的轉換 這其實又有違約金的問題 或是什麼 你其實會把自己綁死 所以還是回到就是說 買手機是一回事 綁約是一回事 我是覺得說 大家如果說 覺得自己的電信公司 用的還算滿意的話 其實就綁約 因為它的確 多多少少還是可以 讓你回一些錢 第二個就是 你真的使用得好好的 你也知道你的 費率是真的沒有什麼變化 比如說一些公務用的電話 或者說 你本來 你常試過半滴支費 結果每次都打超過 那就代表你不能 你不能半滴 暫時的前例之下 我就覺得 暫時是OK的 但是 除此之外的一般人 學生或是說一般 一般小資主的話 我認真會跟你講 也許一開始買手機的時候 你會痛一點 但是 你多花一點時間思考 這折下來的錢 除完之後 不一定划算 不一定會划算 因為你之後 遇到很多很多變數 手機會疊價 自費會降價 你的電信公司突然之間 你家附近的機器台突然拆掉 突然信號變爛了 對 這些都是變數 對 其實剛剛講的 綁月我基本上 我還是贊成你綁月 大家綁月 但是重點就是 阿達剛剛講嘛 你每個月電話到底打多少 你要非常肯定 還是要看自己的需求 不要盲目 因為這很簡單 以現在來講會有個情況 因為我跟阿達可能 很重要的就是類似這樣 因為為什麼我們後來買空機為主 因為我們不打電話 因為很多人現在是不打電話的 那你不打電話 你需要什麼 你就是上網吃到飽嘛 那這幾年發生什麼事 像我剛講 兩年前發生的就是 499之段嘛 那時候之後 現在吃到飽 說誇張點 你只要找一下 要找到499 甚至比他更低的吃到飽方案 都可以喔 對 那這個事情發生之後 那你要不要辦那麼高的支費 那是問題 那綁約到底補貼人多少 我覺得就是 這就是一個問號 例如舉例來說 如果你 49的吃到飽就足夠了 但是我這試算了 那例如 然後你綁 假設你剛剛說 你綁999的 買手機好了 那999 你等於每個月多付多少錢 那就是多付500塊 然後你如果綁30個月 你就是多付了 100乘 36 然後 然後這部分 如果你手機如果補貼 補貼15000 你就虧33 你當下好像省到了 但是其實你浪費掉的 每個月的 這個綁約的錢 不符合你需求的 這個多出來的錢 其實就是一個一個月這樣加起來 其實浪費了更多 對 所以我還是跟人家講 你真的要去評估一下 先搞清楚你自己每個月的月租費 然後你 大概每個月打多少用多少 然後 然後 有沒有必要做這件事情 那如果說 我非常固定 我已經非常多 你都一直這樣子 那也許OK 那你綁約是非常好的 那甚至說你綁約 綁iPhone是固定要 直接拿去賣掉 所以我覺得是很OK 你就當現金嘛 另外就是說 你非常了解說 那個 之後如果降價幹嘛 其實你也不會挑自費 也許是公司出錢 補貼什麼 那跟人無關 你換個手機 擁有不錯 這也許還可以 還有一些手機 你喜歡的手機 但是他不一定有綁約方案 難道你這樣就不買手機嗎 像我們剛剛 我們常常說 小米手機很划算 但是小米手機幾乎沒有補貼這件事情 那你這樣子 你其實你把這個部分把它分開看 你可能會 也可能會更省更有彈性 對 不管是你在做 做手機的選擇 還有做支費的選擇的時候 都可以買到 你真正需要的一個商品 你的錢才會花在刀口上 好 那今天就非常感謝 阿達跟阿輝來跟我們分享 這次iPhone 新的iPhone的一個 購買的一個策略 那剛剛講到了 阿輝的這個比較表 這個支費的一個整理表 我們也會放在底下 那包含阿輝的頻道 阿輝的網站 我們也通通都會放在底下的資訊欄 那大家可以去幫我們做參考 好那今天就先到這邊 我是劉胖 我們下次見 掰掰